保齡茶室的食物中毒事件 现在已经累积了17起的案例 其中有两人送医不治 而五人还在加护病房抢救当中 而造成中毒的原因 因为其实现在检验结果还没有出来 但是有出现几种可能的说法 第一就是不排除是人为因素 也就是有被下毒的可能 而第二是米酵菌酸所导致的 这来源大多是保存不当的发酵米 以及米类制品 就像是这起案例当中 有可能有问题的核粉一样 因为这毒素会导致体内的细胞 无法呼吸而致命 但是因为过往 这国外的案例大多都是因为 自制米制品不当而导致中毒的 第三个可能就是 卫福部资讯处处长李健璋 他曾经一度提到的 这个炒饭症候群了 指的就是仙人掌杆菌 因为容易在这个白饭 因为在室温放置太久 而滋生仙人掌杆菌 而造成呕吐或是腹泻等 中毒的症状 如果说是呕吐型的话 它的潜伏期是比较短的 大多都是和米饭类 以及淀粉类的制品有关 而如果说是腹泻型 它的潜伏期比较长 主要会是因为在香肠 或是肉汁这些肉类产品 跟乳制品因为受到了污染而导致的 症状就会有像是腹泻 或是腹痛等等的 肠炎为主的症状 比较值得注意的是 是因为台湾人是习惯 把这个米饭放凉之后 再拿去冰箱冰隔夜 然后之后再拿来炒饭 但是因为这个放凉的过程当中 刚好是处在细菌 最适合生长的温度 而且可能炒饭的时候 你又没有彻底加热 就有可能会造成中毒危机 请订阅按赞分享 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